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ly 在我忙著日更選秀專題影片的同時 終止上半季賽程已經正式告一段落 最終排名是樂天桃園拿下了冠軍 接下來依序是兄弟、統一、衛拳 而富邦和將則是墊底 我知道這跟我計前預測的排名差了十萬把千里 只有兄弟第二名是一樣的 剩下四個全錯 最扯的是樂天跟富邦完全反過來 所以最近有收到很多的私訊跟留言罵我說 欸你預測得好爛喔 我其實都能理解啦 啊因為就真的很不準 所以我應該要檢討一下 但就算富邦上半季打成這樣 也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 篤定他們下半季會墊底 因為球是遠的 對他真的是遠的 甚至今年還加了疫情這個時空背景 上半季各隊都遭遇過 也是一個很大的便衣 所以排名預測這件事大家就當參考 不要太走心 我也是要鼓起很大的勇氣 才敢來繼續預測下半季的 那這次我有先調查了一下觀眾們的意見 來看看大家心目中的下半季冠軍是誰 在我截稿前 有超過兩萬名觀眾投票 排第一的兄弟有33% 再來依序是統一、樂天、富邦、然後衛權 換句話來說 即便泰迪向魔力走了 兄弟還是最被看好的隊伍 即便富邦上半季寫下13年不勝的難堪紀錄 他們下半季被看好奪冠的機率卻是大於衛權的 當然也有可能大家只是純粹預測 自己最支持的隊伍會奪冠而已啦 但這就是預測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不必要求別人都要跟你想的一樣 也沒有誰是一定對或誰是錯的 那接下來就讓我揭曉自己的下半季預測排名 首先是第五名 我猜富邦還獎 老實說我糾結了很久 畢竟上半季參人家第一 下半季直接大轉彎參第五 這實在是有點狠心 那就像股票一樣 不能已經以為是低點了還不賣 甚至鐵著頭加碼 也該適時停損出場 否則會越賠越慘 之前我說富邦頭打戰力完整 楊將又超編 所以預測他們會是第一名 想不到真的打下去之後 富邦幾乎各項數據都是墊底 勝率連三成都突破不了 近期苦吞了13年不勝 其餘的勝場數至今尚未開張 原本他們準備的六名洋將 除了范米特以外 都陸續發生了不少狀況 艾斯凱一軍一球為頭就離隊 勇馬太早註冊 結果很快被註銷 只能在二軍吃局數 巴蒂斯不但不能守外野 火力還跟原本預期的差非常多 威迪茲使用外部物質遭競賽一段時間 蘿莉技中歸隊卻染疫 目前只貢獻了18.2局 以數據來看 上半期富邦陽投合計拿下7勝是5對最少的 3.84的防禦率則是最高的 沒有一個明顯可見的王牌 後續雖然有找新洋將 但富蘭哥雖然速度快 可是後援卻投得不太穩定 蠻有失對柯銳的感覺 安德聖則剛到台灣 狀況還有待觀察 但以今年末年的成績來看 可能也不是漢將球迷期待的Ace 本土投手的部分 富邦牛棚發揮的比我預想的好 但輪值卻比預期的差很多 尤其是王牌江紹慶 10場出賽只有3場 繳出優質賢發的內容 當然不符合他月薪破百萬的身價 直到上半季末 他的狀態還是沒有調整回來 除了江紹慶以外 輪值還有陳宏文、郭俊玲、陳世鵬、尤廷薇等 眾多投手可以來做輪替 但沒有一個ERA加破百的 所以從數據得出的結論 是不幫上半季包括羊投在內 沒有一位成績在聯盟平均水準以上的賢發投手 反倒是牛棚部分 除了原本的兩大主力曾俊瑞、王衛勇以外 又多了幾位神力軍 像是新秀、月少華 還有從樂天轉隊過來的賴智元 另外歐蘇晨跟藍凱欽 表現比起去年都更加穩定 不過原本的投手教練林振鋒 在調度上過度依賴某幾位投手 特別是今年才桑芋付出的江國豪 引起不少富邦球迷的反彈 現在換成外籍教練羅曼來主導之後 下半季能否變得更好 也值得我們來觀察 至於野手打擊不正的問題大家也都很清楚了 他們確實是上半季最平打的隊伍 但我認為比起活力不濟 更可怕的還是守備失誤 雖然富邦總失誤次數只排第三 但他們有形的失誤造成團隊丟掉66分的非自責分 卻是聯盟最多的 比樂天加兄弟團隊加起來還要多 無形的失誤就不用說了 從內野到外野都有 失誤就像傳染病一樣在團隊中蔓延開來 而且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這看起來是界內喔 如果是界內是再界 抱歉的方式應該是場內拳內打嗎 因為這邊沒有看到 對沒有看到裁判的手 但應該是界內啦 不然為什麼會 最終我會決定預測不幫下半季也墊底的主因 就是因為目前看不到他們的谷底在哪 不知道從何期待起 無論是洋將、投手、野手都是 所以就決定給第五名 再來看到第四名 我預測是衛犬龍 之前我把龍隊的上半季預測放在第三名 主要是他們在去年下半季打出了競爭力 加上季前熱身賽排在聯盟第一 認為我有多一名洋將的優勢 加上0次勝的加入 渴望改善活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有機會排第三 朝季後賽的目標前進 最終龍隊上半季排第四 角數的成績確實比去年更好 但接下來掌望下半季 其實有不少隱憂在等著他們 首先是洋將 雖然有三頭一野的配置可以運用 但上半季實際只有三洋頭是正常運作的 鋼龍、布里漢跟武多各司其職 雙先發合進打下14勝 武多也抽下16次的決定成功 問題在於洋炮幾乎毫無貢獻 泰龍宅益軍出賽8場就未獲蓄力隊 龍德利雖然還在卻頻頻音箱修展 現在還不知道何時能夠歸隊 而龍隊的新洋將也占無消息 下半季可能依舊無法發揮多一名洋將的優勢 這是比較可惜的 另外桑兵也是龍隊開季沒有料想到的變因 特別是輪值部分 從徐又熙、王維忠、再到林子玉 這三人去年整季替龍隊吃下了57場先發 共273.1局 但今年上半季只有10場先發共48局 差距非常大 使得龍隊必須另尋他人頂先發 在只用兩名洋頭先發的情況下 戰力是相當吃緊的 當然 季中選秀補進林凱威之後 他應該能成為龍隊後援的一大助力 最快說不定8月初就能亮相 只是葉總暫時還沒有把武多調回先發的打算 下半季會繼續擔任守護神 所以牛棚更加堅固 但輪值的問題卻無法解決 在徐又熙確定動TJ 今年回歸武旺的情況下 王維中跟林子玉歸隊還要一段時間 對於龍隊下半季依舊是很大的考驗 除了郭玉政跟撩人蕾以外 吳俊傑能否順利補上5號先發的空缺 也是葉總要觀察的重點 除了輪值傷病以外 主戰捕手即一只要拱罐的膝蓋傷勢也令人擔心 少了他的大棒子 勢必會讓龍隊火力受到很大的打擊 所以綜合以上 我把衛拳的排名放在第4 預測名次在富邦之上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參考對戰成績 上半季為全隊富邦拿了14勝只吞一敗 以去年上半季的10勝失敗一合還要誇張 真的吃頂邦邦了 如果下半季情況依舊 那排名自然也就高機率在富邦之上了 接著來看第3名 我預測是中系兄弟 季前預測時 我認為兄弟團隊戰力完整 應該可以坐二望一 但因為傷兵眾多 包括德寶拉、蔡奇哲、吳彥青等去年的一軍主力 皆無法趕上開季 這會讓他們面臨到比較大的變數 不過至少在守備這方面 他們依舊會是聯盟最強大的 以結果來看戰績是真的排第2沒錯 但跟我想的作惡妄意其實有點落差 因為跟第3的統一師實際只差0.5場勝差 跟第1的樂天只有4.5場的差距 除了守備仍然穩坐冠軍以外 投打的表現都略薰一籌 三強頭荷力為兄弟吃下了271.1局 比兄弟全隊土頭加起來的269局還要多 足以說明黃三軍上半季是非常依賴羊頭的 但隨著泰迪離隊 夏摩莉被韓子挖走 如今只剩下德寶拉留下 木田和酒進駐牛棚 楊炮芙來喜則回歸一軍 從三強先發變成一先發一中繼一野手的配置 這對於兄弟本土先發絕對是極大的考驗 如果不把李願青調回先發 那除了鄭凱文、吳哲苑以外 他們還需要兩個頂上來 包括魏塑成、黃恩次、廖與眾都有可能 說實話雖然泰迪今年是ERA Plus 83.8的普通洋頭 這成績比現今聯盟眾多土頭都還要差 但他在上半季替兄弟拿下的WAR值高達1.77 這是聯盟羊頭第四的水準 項姆力排在第三 現在他們兩個都離隊了 對黃山軍的影響是一定有的 關鍵還是在於兄弟土頭能否把握住機會 還有駐總願不願意給他們機會 畢竟上半季他們的羊頭已經有使用過度的跡象 上半季就要看能不能靠土頭去翻身了 別忘了還有季中選秀補禁的正號軍徐姬林 如果能夠當牛棚即戰利用 那兄弟應該就會考慮把中繼的羊頭名額挪去先發 畢竟他們現在的牛棚真的不像季初那麼爆炸了 白木田在這裡其實效益是不大的 至於弗萊喜 我覺得他的打擊是可以為兄弟加到很多分數的 給我的感覺跟羅薩很像 是一個很享受在台灣打球 跟隊友相處非常融洽的羊炮 現在的OPS加來到141.6 老實說以捕手而言真的是頂標了 對於兄弟而言 他們現階段需要有更多長打能力的選手 就像弗萊喜這樣 甚至讓高宇捷先發 弗萊喜的DH都是可以嘗試的 因為他們團隊的ISO也就是存長打率 在上半季是墊底的 甚至比副棒還要低 雖然團隊的OPS加排第二 但那是靠他們強大的選球能力撐起來的 我知道整個聯盟的長打 隨著用球改變確實都有下滑的趨勢 訓練第一的樂天 ISO也從0.116下滑到0.091 可是兄弟是直接從第二的0.114 掉到現在的0.076變最後一名 這確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警訓 綜合以上最主要還是考量到 兄弟一下子少了兩個阻力兩頭 對戰力的影響預計會非常大 土頭能否頂上輪值還是未知數 不單單只是一兩場好投而已 還必須要有維持半季的能力 這會是最大的考驗 所以我最終預測第三名 再來揭曉第二名 是上半季的冠軍 樂天桃園 上半季我之所以會猜樂天點底 是認為他們羊頭的期待值相比其他死隊低 而且調整也比較慢 會跟去年一樣開季讓本土投手當自強 但輪值除了黃子棚以外 沒有一個比較穩定的人選 加上牛棚又是一大招門 雖然打線整體而言還是很強 但年輕世代沒有像從前王伯龍那種安定均型的人物出現 加上六劍復受傷 所以我認為他們今年會繼續處在換血的陣痛期 從結果來看 三個面相的預測其實都有落差 像羊頭雖然跟去年幾乎是同一批人 只是多了所殺而已 但從去年羊頭防衛率3.59排第四 到今年2.52跟餵犬並列第一 整體成績是進步非常多的 至於土頭先發 今年的黃子棚不只是穩定而已 EIA Plus差不多是德寶拉等級 不論吃局數能力或壓制力 都是羊頭的檔次 加上王毅正的東山再棋 讓樂天有辦法度過陳冠宇 真人和受傷的危機期 這真的非常關鍵 還有牛棚 這也是樂天本季最不一樣的地方 以守護神豪敬為壽 帶領朱俊祥、陳羽勳、賴紅城 加上新秀、許俊陽、邱俊薇等 上半季繳出聯盟最低的防禦率 跟去年潘若兩隊 打線還是強沒有錯 但靠的完全不是老將 而是終生代陸續跳得出來 從林立、林辰飛這隊二友搭檔 再到陳靜、梁家榮、陳陳薇 讓樂天雖然在陳俊秀、朱俊賢 贏紅玉三主力低潮的情況下 還是保有很高的競爭力 所以綜合以上 樂天下半季應該還是奪冠熱門 但畢竟已經有門票在手 在陣容安排上 會有很多讓主力休養的空間 可能會以調整為重點 另外還有一個隱憂 就是所殺禮隊之後 目前他們只有三養將 原本要牽的新養頭 也被大都會攔走了 何時會影響到球隊還不知道 所以最終我決定預測他們第二名 最後就是預測下半季第一的統一師隊 上半季我猜他們排第四的主要原因 除了三養頭調整慢 開季無法如期趕上以外 還有他們傷兵實在太多了 不單單只是打線的連安可蘇智傑而已 牛峰主力像正軍人吳成玉 到現在也都還沒有登陸上一軍 所以雖然他們是連兩年前進台灣大賽的禁旅 但我認為在強敵環四的情況下 可能會被擠到第四名 最終師隊拿到半季第三的成績 一度很有機會翻轉戰局 可惜連兩場台南天王三敗北 但在傷兵滿贏的情況下 這個成績已經是非常亮眼的了 那下半季我認為師隊要竄起有兩大關鍵 第一個當然是外野兩組炮跟林子豪的歸隊 雖然說外野小將們包括黎晨霖、邱智誠、若惟傑等 上半季有成功頂住 但跟林安可蘇智傑的活力仍舊是有落差的 在林安可率先歸隊之後蘇智傑將在8月復出 加上半季因傷影響出賽的林子豪 這三個都是能夠扛中心棒次的打者 肯定會讓團隊的活力往上攀升一個成績 畢竟上半季的中心打線 多半是靠成績線、胡金龍 還有終於在一雷串起的潘傑開苦撐 能打到現在這樣真的已經算極限了 第二個關鍵在於信仰頭的好壞 現在師隊只有布雷克是穩定的 羅王要等8月底復出 柯瑞從後援調往先發令人擔憂 如果統一現階段還沒有信仰將的消息 那我一定是把他們的預測排名往後挪的 不過現在不只有一個信仰頭 連第二個也提前準備好了 而且資歷都下下降 一個有11年大聯盟資歷已經到台灣隔離 一個是前KBO三陣亡 今年在大西洋聯盟的表現也相當亮眼 相信會讓許多失敏的信心值提升不少 至於土頭先發有胡志偉跟古靈撐者 甚至替捕的江承諺跟潘威倫 也不會遜色太多 劉鵬雖然還找不到一個出色的布局投手 讓比總相當苦惱 但我個人是覺得 頭手教練納瓦洛心臟是夠大顆啦 都敢讓本季表現非常不穩的富裕剛 在一分差領先的情況下丟地霸局了 這對他們而言應該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反正除了守護神陳雲文以外 人人都有機會登板 綜合以上我覺得是對下半季會給人高期待的主因 還是來自於上半季超乎預期 即便沒有奪冠 但由這樣的陣容達到跟去年上半季差不多的勝率 這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認為下半季戰力更加完整之後 他們有機會衝擊龍頭 最終給了第一名的預測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影片 最近好像很久沒有抽獎回饋大家了 剛好我手上有兩顆紀念球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一起預測你的下半季排名 並大致說明一下原因 基本我會從完全命中的觀眾中 抽出兩位把球送給你喔 我是閃力 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讓我開了一個新頻道備用 如果你希望未來持續看到我產出影片內容的話 就拜託先去訂閱一下吧 那就這樣啦 我們明天見 掰